不过9月29日才是辩论大会 这个在赌盘里面 就不当是什么消息 赌盘是什么流口仔赌盘他们当真 傻仔我告诉你 上次是谁会说特朗普会赢 我说特朗普会赢 实际上是共和党初选就说他已经会赢了 赌盘你不用当真 不过这样 民调的时候不要当真 赌盘你不要当真 这些东西我常常看我的分析 是看曲线 是看他的走势 是不单只看一日两日 你可以说我流口仔 但我多人听 你吹人带男子 我下下猜中了 英国脱欧 那时候你猜什么呀七头 克里米亚个个说欧盟会赢俄罗斯 谁说俄罗斯会赢 2018年谁说下半年香港流价 我说国家会升我说会跌5-10% DQ4亨利就说不会出现 我说一定会出现 傻子 够不够胆今晚上来 啤梨频道跟我辩论 跟我斗看东西准 我这些是往迹 为什么大家对我估计这么信心 是往迹 为什么这么喜欢看我的分析 是因为我的分析是有根有据 那些不是突然间说的 是这十年八年的累积来的 当日在越南和中国冲突 那些人说南海一定战争 赵善轩 连于飞都这样说 我就说南海一定不会战争 结果七年之后六年之后 证明了我对吗 所以这些赤头皮 傻子 你接受不了吗 我可以跟你说 拜登赢爛 或者特朗普赢爛 只要你接受不了 就回家睡觉 就自己打飞机 就不听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别人的分析 就是一定要有别人的道理 你可以不认同 不是的 拜登一定会赢的 或者特朗普一定会赢的 那你也要拿出来 一定会赢 要给我数据出来 你是不是连漏口仔 都不敢跟我拼 你说我漏口 不要紧 漏口仔都赶赢你 那你是不是要跳楼死去啊 低能仔 总是要拆出来给我吵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吵你 不是你吵我 因为我刑你拆 就这么简单 唉 何必自取其辱呢 是不是呢 不是 你数到一些往迹 或者你数到一个 可以好像我估计的国际东西 之前估计 是对这么多 是多过我 我都金拜下风 不是我要吹 而是你要挑我什么时候 我就拿这些东西跟你说 搞定了 然后你都没提供我分析 学人说话 想在我的厄宇拆存在感 我招呼你算好 给你面子 因为说到最后 叫你上来跟我辩论 从来没有一个出现 唉 因为怕出丑 真是 替你妈妈妈真可憐 嗯 现在串到你这样 你也是不敢反驳 好